千呼萬喚使出來 那麼德國輝瑞BNT疫苗 即將在這幾天抵達台灣 那麼這一批大概分兩波來的195萬劑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 那麼會在今天的下午2點 那麼正式預約 大家要記住喔 你今天要預約的時候 那麼你要記住 再把這個輝瑞BNT的選項打個勾 如果你想這個等於說預約打的話 你千萬不要把其他的弄掉了以後 單選這個BNT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要排到比較後面 那麼這195萬劑裡面 會有126萬劑左右 提供給台灣12歲到18歲的學生 那麼優先來施打 那打完了以後 大概還剩下70幾萬劑 那麼可以提供開放給我們國人 大家去選 基本上還是以1到10類為主 但是有長幼有序 也就是說從年紀大 而你還沒有打相關疫苗的人 那麼那個順序排下來 所以不會有這個等於說 好像老人家之前沒有打的 那麼就打不到了這個問題 那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有發燒 或者是說有急性中症度的這個疾病 免疫功能低下 或者是說你正在接受 免疫抑制劑治療的這些人 你自己可能必須要評估一下 跟醫生稍微討論一下 那麼最好不要等於說 在這個第一時間就接種 要跟醫生討論一下 覺得OK的話你再接種 那當然 那麼你也不要以為說輝瑞BNT 好像就是萬寧丹不會有副作用 不對的 為什麼呢 AZ啦 莫德納啦 都會有各式各樣 像AZ的話極少數的婦女 尤其是歐洲的白種人 婦女會有血栓問題 腹瀉 嘔吐 發燒都會有 那莫德納也會有紅斑 尋麻疹等等 第二劑甚至於人家說 像火車一樣撞過 大部分聽到的是說 不是火車那麼嚴重啦 但是至少像被機車撞到一樣 然後輝瑞BNT也是一樣 你不要以為 它的這個副作用就少 它保護力很高 95%左右 但問題是臉部 這跟咽喉的這個腫脹不舒服 心跳加速 全是紅疹會暈眩 極少數會呼吸困難 那麼另外就是說有的時候 因為打疫苗了以後 所發生的一些遺憾的事 像高端也有好幾個 有大概幾個個位數的案例等等 不要因為這樣就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的話 你知不知道 在日本 因為他們打的最多 就是輝瑞BNT的疫苗 已經有991位 打完疫苗以後 不明原因死亡 但目前為止 都沒辦法證實跟疫苗有關係 這個CDC告訴我們 就是針對12歲到18歲的學生 很可能直接跑到學校幫學生打 我們想請教院長的是 12歲到18歲的學生 雖然說適合打BNT 但是這些學生裡面有誰不適合打 要先喊有啊對不對 還有就是說很多人等說 我當來當是要當BNT 但是 等得到不見得合適打 就是說除了年輕孩子之外 我們其他的這個族群裡面 有哪些人是比較不合適打的 先讓他們有一個準備 其實BNT大概是目前世界來講 唯一一開始研發就是在針對 可以針對12到18歲可以施打 國際之間BNT施打12到18 有沒有發生一種時間序的問題 出現不良反應等等 這個其實這也發生在其他國家 都有去做 時間序一定都會有了 百分比都有 等一下教授會再做補充 因為美國在做研究的時候 他們打了上億劑的疫苗 都沒辦法來說明說 疫苗可以造成 直接造成死亡的結果 所以那麼大的量的施打 都沒有辦法造成結果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樣 雖然有實際性 可是直接造成的因素是相當的低 所以因為這樣 剛才有提到說 哪些年齡層 當然最重要我們還是擔心 就像最近幾個高端的案件 其實很多都是有慢性病 有一個很不幸的 有送到我們醫院來 後來發現說 他真的是血糖控制 非常比較不理想 所以剛才瑞德哥講說 哪些人呢 就是現在目前有節性病了 還有慢性病控制不好 比如說血壓很高 或是血糖控制不好 其實民眾你們自己都知道 要好好的跟醫生做這樣的溝通 所以我在施打這段時間 大概有 我大概看了七八千個民眾 我最喜歡什麼樣的民眾 他自己拿藥來 來讓我看 我就知道他很重視他自己 我們最怕那種 沒關係我沒問題 這個我好像是比較擔心 所以因果關係的實際上是OK 可能 所以我再回到BNT 目前的有關年輕的部分 很少部分會引起所謂有 臉的麻痺問題 還有心臟的一些心肌炎的問題 那比例都非常的低 所以我覺得BNT到目前來講 是蠻適合在國中跟高中這邊做施打 可是我覺得這邊有一個矛盾就是說 人家會說你癌症的患者 你洗腎的患者特別需要打疫苗 但是癌症患者通常就是配合 進行治療啊免疫治療 那不是很矛盾嗎 你又說我癌症要趕快打 我又一直在治療當中 我不是在放療 我就試菜那個化療 那我要怎麼打 這個就是利益的衡量 可是我們會看到說 如果打了疫苗 有些部分副作用 或我們很快可以把它做治療 可是我們發現說 就像唐家銘告交 比如說我們醫院裡面 有一些重症是一些插管的 我們發現不是唐家銘告交 就是中風 甚至有一些癌症的免疫系統的問題 所以反而這樣的話 我們在臨床上 反而是鼓勵這些人要優先施打 只是在施打完以後 你要好好注意上一些副作用的問題 比如說之前有個 陸性的作家的問題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他在打完以後 在家裡面就有一些症狀 那些症狀其實要第一時間 趕快到醫院裡面做治療 所以在這裡也呼籲我們的觀眾們 我們疫苗越多越做施打 所以他是主動脈玻璃 他後來發現是主動脈玻璃 這種症狀其實只要不舒服 到醫院是有得救的嗎 還有機會救 還有機會救 他有防禁忌 除了主動脈玻璃 還有我們所謂的心肌梗塞 我們大概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 心肌梗塞當場發作 三分之一在家裡死亡 三分之一在路上死亡 三分之一在醫院救 一個月內有三分之一會往生 所以心肌梗塞造成的死亡結果 還有動脈玻璃其實都相當的高 所以有必要如果 我們觀眾們在施打疫苗的時候 這兩天打完以後這兩天 就要好好的注意自己身體的改變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BNT要來了開放登記 再加上這個高端出現五例死亡的案件 所以很多人就會怕 天啊到底能不能打 我不知道沒煮沒事情 煮煮的要怎樣 很多人這樣 所以我相信院長應該很多人問你 我到底是要去煮還是不要去煮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們看到呢 這個爽約率現在增加了 這個雙北的爽約率就達到了20% 其實要提醒您喔 您加選BNT排序 還是不受影響的對不對 到底到底要不要打高端案 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醫院有做一些居家醫療 我去看 有些移工也有排序 那移工 他看這新聞啊 沒事看陪廠備順便看 就看嚇了一條 我不要打疫苗不要打疫苗 我覺得有一個家屬就很可愛 他說我們總統都打了 你在怕什麼 我們總統都打 帶領著我們 所以我在這裡面 疫苗真的是在公共衛生室上 唯一可以把公共衛生的傳染器病 完全排除就只有疫苗 唯一就是只有疫苗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 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吃打 剛才惠明講得很好 你看高端 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 在討論要打第三劑的時候 也把我們高端放在裡面 對啊全世界那麼多 全世界都在給我們做認證的 總統帶領著我們 我們應該除了打疫苗 除了個人的責任以外 他也是社會責任的一環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們來打 放下你的藍白之劍 WHO都覺得高端 是不錯的疫苗了 到底你在想什麼 那高端其實有一些數據 是可以說話的 這跟藍的白的 綠的都沒關係 我們讓數據來說話 趙老師 對這個目前很多人都在討論說 這個高端到底要不要停打 或者是要不要緩打 因為他們現在又冒出 這個緩打這個字眼 那當然我當然是保證是說 我不贊成緩打的原因 是在於說有幾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 目前已經施打了四十幾萬人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停打的話 那28天之後 我們這個調查報告可不可以出來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調查報告沒有出來的話 那這些已經施打了 這些第一劑的人 那後面我們要怎麼辦 那比如說我們要打第二劑呢 還是說我們要混打 但是我們目前混打的數據 並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這些已經打了 第一劑的高端的這些人 要何去何從 還是要配高端 對 當然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他們已經執行了 這個停打或緩打的策略的話 那這些人怎麼辦 這是第一個 叫第一劑的人 對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根據科學 我們不管是停打或緩打 我們都要根據科學數據 那大家很多人都會看這個圖 那這個圖我還是先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在台灣 目前施打的狀況 高端跟AZ 還有跟莫德納相比的話 我們的死亡率 高端的死亡率 還有高端所造成的這些 嚴重的不良反應 其實都遠遠低 低於AZ跟莫德納 那我們就一個最簡單的死亡率 猝死這件事情來做比較的話 我們目前是打了四十幾萬劑之後 然後造成五個人死亡 它的這個換算出來的這個數字呢 是每100萬人 大概有13個人 可能會發生這樣子的機率 那莫德納是多少呢 莫德納是高端的三倍 那AZ是莫德納 AZ是高端的八倍 所以言下之意如果 這是台灣施打的數據 這只有在台灣 所以很多人會把BNT 但是我想要挑戰您一點的就是說 我們AZ一開始施打的時候 確實出現了蠻多 沒錯 時間英國的死亡關係 那是因為打的時候 你看我們AZ打醫護就沒什麼狀況 可是第一波打的就是 80歲以上的長者 75歲以上的長者 所以AZ施打的就是年長者為主 可是高端這一波施打的幾乎都是 四五十歲的人 可以這樣類比嗎 要把這個變數放進去 當然可以這樣子類比 但是我覺得還是必須強調就是說 這個疫苗呢 它是次單位蛋白的疫苗 它相對跟AZ跟莫德納相比來說 它的技術層面是純熟的 而且它的這個安全性也是 相對來說比較高的 那當然打到身體裡面去的話 不免俗的一定會有一些不良的反應 這是所有的疫苗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些藍的白的你看 這樣不讓人家生氣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亂七八糟 對 所以其實現在就會連結到一個問題 大家可能都把很多的寄望 放在BNT上面 但是問題是 BNT會不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還是有可能會 如果我們一不小心 如果沒有注意到自己的狀況的話 其實BNT打到身體裡面 我們看日本看南韓 像比如說 剛剛日本 我們的院長就有講他的數據 然後我們再講一下韓國 前面打了1590萬人的 人次的這個BNT的疫苗 死了264個人 所以他的比例還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絕對不要輕忽說 我BNT就是一個最高的最神聖的 他的保護力最高 但是他可能不會造成任何傷亡 錯 他其實還是有機會 會有這樣子的風險 必須要把這個風險降到最低 是自己個人的責任 字幕提倡 感谢观看